网上有很多可怕的视频,让你整晚都落在其中 收起你的好奇心,看之前多准备几条裤子 记住,裤子在这里是消耗品 第十个,底面之下 这个可怕的视频来源未知 摄影师似乎正在拍摄一个在地上玩耍的女孩 但她被旁边的石板所吸引 石板下并非漆黑一片 而是有些光滑的明亮的东西 一开始很难说清楚到底是什么 可能是个破了壳的鸡蛋 很快,她就会明白什么是真正令人恐惧的东西 这分明就是一张满是淤泥的人脸 石板的面积下是怎么容纳一个人的 还有,这个人躲在石板下做什么 还是说这是一起超自然事件呢 第九个,深夜路旁 夜深人竟站在路边的玩意儿可能都不是人 这段神秘的视频捕捉到了一个深夜开车的司机 遇到了某种奇怪的东西 右边的玩意儿头部似乎很尖 车灯罩在她的身上甚至有些透明 从未见过有什么动物长这样 当然,她可能只是一个人的恶作剧打扮成一只大鸟的模样 目的仅仅是吓唬过路的司机吗 第八个,鬼屋探险 2008年1月,几个年轻人准备在夜晚探索一座废弃的房子 在地面之上的部分没有什么可疑的地方 就在他们准备离开时发现了一间地下室 他们在黑暗中听到了一些奇怪的噪音 一开始他们以为是老鼠之类的动物 除了可怕的噪音之外 一个苍白的身影忽的出现在门口 慢放时 你会发现首先有什么东西被扔了过来 男人被吓了一跳 随后一个三角形的白影出现 似乎男人注意到了黑暗中的某些东西 这是他们迅速逃离的原因 第七个,荒野求生 一名佛罗里达男子将他的运动鞋放在后院里 这就是他一夜之后发现的 千族虫们蜷缩起来 处于自我防卫状态 大多数物种生活在土壤边缘 以森林中的落叶为实 但为什么这些虫子会跑到鞋子里面呢 莫非是男人的脚臭吸引了千族虫 使其成为了一个完美的洞穴吗 话又说回来 这真的很棒 因为你可以学到一样野外求生的技能 当然 前提是你能把这些卷曲的虫子当作美味的糖果 第六个,小巷子影 这个片段的出处未知 但看房子的建筑应该是在东南亚的某个国家 摄影师路过一条巷子时感觉有什么不对劲 他发现小巷终点的地面上有一些紫色的雾气环绕 他不确定这是否对身体有害 所以他决定停在原地没有过去 但随后这团紫色的气体往恐怖的方向变化 他看起来像是站起来了 具有成人的体征 而且还缓缓朝着摄影师走来 摄影师立刻逃走 片段戛然而止 某种偶然的气体还是一个真正的幽灵 或许我们不应该对小巷的角落抱有过多的好奇 第四个,亡命奔逃 想象一下,你从熊口卖命逃亡 却在树林里被无人机给救了 一个用户在国外论坛上发布了一个无人机视频在网络上病毒是传播开来 一些观众怀疑视频是CG动画 因为熊正常奔跑速度是每小时56公里 而人类只有24公里 人在正常情况下是不可能跑得过熊的 何况这还是雪地里 而且剪辑中的声音也不是原始音频 但是许多视频编辑专家在分析了视频后 一致认为视频是真实的 比如雪地 光线以及回头看的熊 这需要大量的时间去渲染如此完美的场景 后来人们联系到了作者 视频确实是真实的 第三个 上帝之眼 这段令人不安的视频显示了一种类似于人眼的奇怪云层 在太阳附近可以看到神秘的杏仁壮云 然而周边的云层却是黑色的 不过有网友拍到了更加可怕的上帝之眼 因为太像一张巨大的人脸 这引起了一些巨物恐惧症患者的极度不适 第二个 幽灵集市 2018年 一个叫阿诺德的英国男人买了一部新的航拍机 他拿到位于西南部格洛斯特郡的伯克利古堡附近试飞 等到回到家翻看拍到的视频时 他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因为该座十二世纪建造的古堡内竟出现一个透明的幽灵骑士 周围的烟囱没有冒烟 也没有飞机飞来飞去 这个微白的像烟雾一样的东西 真的像一个鬼魂 第一个 未知闪光 2014年7月6日 意大利第二大城市米兰 一个闪闪发光的不明飞行物 在不断地改变形状 该是当时132万人口 有很多目击者 这里截取了两段最清晰的视频 第一段视频是用索尼2012年发布的摄像机 HDR-PJ260 用的30倍光学变焦拍摄 这个物体就像许多光球的不规则结合体 它应该不是普通的照明弹或者陨石之类的东西 因为它在天空中持续了很长时间 第二段视频是佳能的相机 UOS60地用1000毫米的长焦拍摄 你会发现这个UFO全身都是一些光点 而且还在快速地改变形状 看完视频对此物体的真实性质 有任何靠谱的见解吗 是超越人类理解范围的天外之物 还是某个人造的飞行物呢 欢迎在视频底下留言 如果你喜欢这个视频的话 也可以点下订阅 这样你每周就能观看到至少30个猎奇片段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